對,那在這個情況下是讓他們有矽谷那邊的資源 那目前科技部也在就是有大概35個博士後的朋友 他想要到矽谷的公司去實際運用他的這個Apply Science 去那邊去工作 那我覺得很棒就是說 我們也沒有特別做宣傳,也沒有買Linking廣告 但是事實上就是很供不應求 就是每一個博士後大概都有3、4家公司在搶這樣子 所以我想接下來就會有不斷一批一批的這樣人才 然後在那邊待一陣子之後 可能又會把他們學到帶回台灣 我覺得這個至少人才流動 現在看起來是還蠻多的 我比較想要請教的問題就是說 因為其實現在我們的政府當然都講說 可能叫分權可能叫什麼 各部會其實它那個疊床嫁屋的狀況非常的嚴重 對,所以你就說明明有一筆不錯的預算 可是分下去之後 他就沒辦法很完整的去把一件事情做完 我打個比方好了 像譬如我們是做觀光業 照理講現在把我們台灣的地貌地景 都應該要有很多AR的展現 可是縣市政府是沒辦法做的 這應該是中央一次做完 我們可以是整個去做行銷 對,我就覺得這個狀況是還蠻嚴重的 我不知道就是說 國家對這種的比較 怎麼講 有計畫性的就是有step 1 2 3的那種 有沒有一個什麼樣的規劃 還有另外一個 剛剛這位朋友提到亞洲點矽谷 可是問題是我會覺得像現在有一些政府 當然您剛剛提到的可能是新創 可是對業界來講像現在工業局出來的東西 又是在POC 我是覺得以我們現在的數位發展來講 應該當然POC可能一些研發案是必須的 可是真的是到了業界之後應該已經要到POS 甚至已經真的就是 要不然事先說怎麼要打國際戰 這是沒辦法打的啊 我不知道您的看法 是,非常好的問題 我想我們目前您剛剛講的地方創生 的創新有兩個不同的機制 就像剛才宇昌說的 我們凡是應用層的放在亞洲連接矽谷 凡是基礎層的放在數位國家創新經濟 就是DigiPlus 那亞洲連接矽谷它是一個非常top down的 就是說業界有什麼想法 好比說您剛剛說施先生有什麼想法 它可以挑目前亞洲連接矽谷 遊民、智慧 提出來的物聯網、資安、人工智慧 自動駕駛、AVR、行動生活、國際聯協 創新創業的這七個題目之一 它只要是在這七個 我們叫做Special Interest Group 就是關心的這個群組之一 它就可以提說 好,那我希望國家從上而下 邊預算 然後挑一個願意配合的地方政府 補助一筆錢去做你剛剛講這種 由上而下的實驗 所以目前已經有幾十個案子 在這樣子做 大概有9億元吧 智慧城市期間應用服務 但是我們也沒有忽略說 其實有些需求是地方政府想到的 因為每個地方有不同的要解決社會問題 所以從地方政府想到的 那個就是在Digi Plus裡面的 智慧城鄉的區域應用 那邊也有一筆錢 所以我想這是兩個提案 一個就是說從業界已經組成一個 好比說我們就是要做無人車了 好,那這個是由上而下的 然後讓經濟部的科技預算來支應 另外一個是說 欸,地方政府想要try一些中央政府 根本還不知道的東西 那尤其是像台北市資訊局 他們有很多很強的一些想像 那這邊是由他們來提案 然後由Digi Plus來執行 目前是這兩個 所以如果單純是業者的話 我會建議說 是確實是要組成一個類似國家隊 用由上而下的方法做 不然就是你要找到相應的局處 跟他們說 欸,我推這個東西 可以減輕你們的負擔 降低你們的風險 然後讓他們用智慧區域成鄉的方法來提案 目前有這兩個進入 兩個部分 第一個問題是剛才那個報告 如果宇昌等於在 summarize 這一年多唐豐就任政委做的事 那比較偏在國內 所以國外我想 開放社群都看到 你去了美國 你之前去了法國總統府 甚至前幾天去了哪裡 就是國外到底參加了哪些conference 或談了哪些事 而且那個對國家來說 其實想推動的是什麼 好像還缺了這個面向的整理 然後第二件我想回到 比較上位的事情是 呃,唐豐成為這個社群裡面 在政府應該可能 目前是最高位階的人 那如果我們回到 比較上位的藍圖 例如說 呃,做書類的臨場會講 不管是比愛爾蘭 甚至我們會把艾莎尼亞當典範 所以我不知道 會不會其實具備一個 更上位 所以三年五年十年 台灣可能實際上 我不知道Digi Plus 或者是你自己進去的時候 完整來看的話 它的藍圖是什麼 在你自己 Digi Plus 就是你進去想做的事嗎 還是只是別人 規劃出那個事之後 你來執行 我進去的時候 我進去的時候 Digi Plus 還在非常非常早期的時候 那所以封面頁 基本上算是我寫的這樣 所以就是說 Digi Plus我想 它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做法 並不是我們的 要做的事有不一樣 而是我們做的方法不一樣 Digi Plus如果大家看封面頁的話 它封面頁很強調的就是說 我們跟韓融有關係的 就是跟最後一里 這個政府的那些服務 要遞送到大家面前有關係的 我們不是政府自己做 而是交給公民社會 我們是要跟社群 跟社會企業一起來做 這個是 後面這個I的部分 那另外一個部分 同樣的就是在創新的部分 我們希望不是我們自己來說 欸接下來兩兆雙星 或哪些產業要發展 而是讓實際做區域創新的朋友們 私部門的朋友們 來告訴政府說哪邊擋到路 哪些法規要調適等等 然後可能是用所謂的沙盒 或者創新實驗的方法 甚至業者說 我接下來六個月我想要違反法規 我這幾個法規命令 我就是要違法 但是你不可以罰我 為什麼 因為我雖然注重到資安消保 但是我其他這個違法的過程 我會寫成一個紀錄 讓所有人都學到東西 那如果大家評議看起來說 欸沒有問題的話 法規就要調整 然後這個新的業態就要出現 所以像這種沙盒的概念 會我們先從金融Fintech開始 但是那個立法院一過之後 我們其他的業態也都要做 完全一樣的沙盒調適的事情 所以這是兩個跟以前很不同的 就是說我們既不指導私部門 也不指導公民社會這樣子 那政府到底還能做什麼 就是第一個跟第三個嘛 那這個就是所謂的數位人權 我自己覺得這個很重要 也是為什麼我從12年國教課發會 進政府之後 我一直覺得說我們教材教法 因為我之前在課發我們寫的方法 是說所有接下來的教學 各科都要融入就是ICT 就是資通訊相關的這個 literature 就是素養 然後這個素養的過程 不是說我們教小孩寫程式 而是告訴小孩說 你懂computational thinking 你懂design thinking 你就可以用這種方式自學 學到各種各樣的東西 所以老師不是教學生 而是跟小孩一起學 但這樣的問題是說 如果老師用了很多線上的高頻寬的 互動的遠距教師 VAR或者甚至是AI 那但是只有城市的教室有 而偏鄉都還在用淘汰的電腦 然後都還在用播接的速度 那這樣很快就有兩個台灣了 就是這個貧富差距的擴增的速度 很可能是我們以前從來沒有看過的 對那所以在development的這個部分 我們很注重的就是說 不管是偏鄉的衛生所還是小學 還是什麼東西 至少它的頻寬投影設備什麼 它不能比大都市差這樣子 那所以這個是我自己很注重的 另外一個就是 剛才一直在強調就是說 公務員如果他對一個東西 沒有第一手經驗 他做那個東西的政策一定錯 而且不是你在外面寫多少文章就有用 因為你看到那個文章的字 他腦裡根本冒不出正確的影像來 所以我們在做就是說 我們在內部 就我們現在看到AI 我們也許就試著Machine Learning 融入這個決策的一部分 我們看到AVR 我們可能就把AVR融入公聽會 就是說我們想辦法 把我們聽到每一個關鍵字 都讓各部會的朋友 有一個地方 可以看到說 這個東西用起來是這樣 這樣子他們才不會 就是把政策 完全往錯誤的方向去想像 所以在這個governance的過程裡面 我們就是希望說 我們在行政院的行政體系內部 盡可能用我們這種社群協作的方式來做 那大家養成一個在做什麼時候 讓其他部會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這樣一個習慣 那所以這個願景 其實並不是說 我們要變成像愛沙尼亞 變成像新加坡 雖然這些有Digital Service的國家 從英國開始到新加坡到法國 其實他們的後面 也都是非常類似的一套想法 但是我自己覺得說 我在國際上的連結 主要就是說 我們釋出一些東西 他們其他地方就可以去用 然後現在有一波工黨的選舉 不管是在英國或在其他地方 都說台灣都可以做V台灣 為什麼我們不行 這樣子 就是說他們會變成他們的政治訴求 那反過來講 冰島或其他地方釋出一些東西 之後我們就可以立刻拿過來用 所以我覺得這個合作 它主要是在人跟Methodology 就是做事的方法的層級 而不是說他們那邊 有一個政策有一個亮點 我們這邊就要超政策亮點 不是在KPI的層級 所以你不會看到我在KPI層級 超什麼東西 大概這樣 那這邊我就想補問了 就是那這樣的話 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我們都知道 其實像G20V也是一個社群協助的狀況 但是就是很多狀況會爛尾 那所以如果社群協助導入政府 會不會導致政府 採用這個方式做的一些東西 最後爛尾 應該是這樣講 就是說我們說敏捷開發 它適用的就是說 你是想要試一些新的主意 你如果試不好的話 那還是有一個穩定的版本在 舉例來說明年報稅 會有一個跨平台的HTML5的 漂亮的版本 可是如果那個版本不幸爛掉了 你還是有跟朋友借Windows 然後放自然人憑證的那個離線版可以用 就是說它還是有一個Plan B啦 我們不是說我們做一個創新 我們就要把本來已經好的 就已經拆掉 不是這樣子 所以重點是說 在降低創新的風險的情況下 容許公部門去做創新 那如果創新失敗了 都是政委的問題 如果創新成功了的話 因為有逐自告 有完整的政策履歷 都是勇於創新的同仁的功勞 那這個就跟一般政治人物剛好相反 一般政治人物是說 有做的什麼都是政治人物的亮點 然後做錯了呢 記者都會找到哪一個這個承辦 爛掉了這樣 所以就是說 我在這樣的情況下我覺得 我就是各部會的朋友們 都比較用於創新 那創新是在一個比較小規模 可能五百萬以下的標案 而不是五億元的這個程度上面去做創新 我們並沒有要摧毀底下的這個基礎 我們只是在上面應用跟人民更貼近的部分 去導入創新這樣 那目前有創新失敗的案例呢 目前創新失敗的案例 也不是失敗 就是有拖一陣子 像是說 有一個叫做Internal Join 就是我們希望公部門的公務人員 自己在內部組織起來 一個自己內部連署提案 爭取自己權益等等的這些東西 那這個就不只是一個網路平台 而是說他不需要到外面找五千人連署 他可以裡面三百人連署 就可以討論國旅卡 討論各種各樣的一個權益爭取的一個案子 那中間就是有很多像一開始的籌備委員 要是誰要怎麼產生 就是大家都沒有做過類似的事情 所以就拖了很久 那後來我們就決定了一個方法 就是讓全國的公務人員 不管他是地方還是中央的自我舉見 所以就有兩百多個人自我推薦 寫了非常非常多的這個建議 然後我們用公開抽籤的方法 抽出九個人來當作籌備委員 那公開抽籤的做法就是說 那一天報名截止 我們用那一天內政部的出入境的人數的統計 就當作亂數的那個種子 然後公開的去抽 這樣就保證說沒有人會做票 然後也不是我們能安插什麼人進去 但是因為這樣抽出來 當然就是九個互不認識 而且都在完全不同的機關去 這個學的事情也完全不一樣的人 那所以這個中立超然是一定的 但是就是說接下來這個怎麼樣去把它轉成 是他們對這個系統的想像 就需要開很多詞彙去磨合 所以我們本來以為說 可能這一兩個月就會有一個雛形出來 但他們現在就還在磨合說 這個系統它保命要到什麼程度 是不是IP都不可以查到 或者之類之類 就是他們對資訊科技有一些期待 那這些期待我們再去找廠商去滿足它 所以這個也不能說是失敗 但它確實比我們預計的時間拖了非常久 但是像這種事情我覺得也沒有關係 就是繼續用正規的方法做 不好意思 我想要請問就是剛才有提到基礎建設那一塊 然後剛才主要教育的部分 提到的比較多都是在偏鄉教育的部分 但其實我們都知道其實正規或義務教育的部分 其實也是很重要的 我們要怎麼樣培養出一個符合將來這樣的人才 其實也算是數位基礎的部分 那現在十二年國家的部分 那你在這方面有特別什麼樣想法或是推動 那第二就是剛才就是提到沙河這一塊 現在就真的只有金融沙河的法案 那剛才有提到說其他產業可能會相應的會有 那下一個產業大概會是什麼 您的預期想法會是哪裡 後面的那個我先講好了 就是說我們目前已經有一個 叫做sandbox org台灣的一個網站 然後那在這個網站上面 其實我們並沒有去限制它要是什麼行業 所以我們自己知道的一定會有人提申請的 就是無人車無人載具這個是一定會有 那但是其他的就是大家來告訴我們 那所以不管是你要做支付 或者是你要做fintech相關 或跟fintech一點關係都沒有 反正看起來法規適用可能有一些灰色地帶的 這邊都可以做收單 那這邊經濟部會幫忙去做法規解釋 就是你不用自己聘律師的意思 而且一樣會有一個判例 但如果真的需要調適法規的話 它會到國發會的法協來 那法協我們這幾天才剛做出一個 平台經濟的一個檢視原則 所以未來不管是Airbnb 或呼叫小黃共享停車 共享洗衣共享隨便什麼東西 只要它是平台經濟 它都可以用這樣子的方式 外面要創新的人填這樣一個單子 裡面的部會填這樣一個單子 兩邊一比對就可以知道 馬上就可以合法 或者是要調整哪些地方 那在以前都是非常曠日廢時 而且每一案都不一樣 呼叫小黃可能這個承辦說合法 那個承辦說違法的莫名其妙狀況 那這個狀況會消失 因為就是國發會法協會 把所有的判例跟調整的原則 在他們那邊去keep一個copy 那如果需要就是跨部會協調的話 也會有國發會來負責 所以這邊並不是我們說 我們就是指定幾個地方才有沙河 而是任何違反法規命令 都可以進來這裡 好這是一件事 另外一個就是在教育上面 我自己昨天才去中山國小 我覺得很重要就是說 老師自己他要改變他的態度 因為接下來就是說 老師就是跟學生一起學 學生自己想要解決什麼問題 學生自己對什麼東西有興趣 老師去陪他 這個我們在12年國家 新課綱叫做一聲一課表 就是把尤其是高中階段 等於把大學提早在高中發聲了 選修校定課程所有這些東西 都是這個學校自己的課發會去決定的 所以如果這個學校說我就是要學哲學 哲學是我的特色 那他就可以變成有這個特色的學校 但是我想大家最擔心的就是 老師跟不上的這件事情 那所以我覺得 反而延後一年實施新課綱是一件好事 因為這樣子學校課發會才有去組織 才有去跟當地的一些教育相關的社團 才有跟當地的實驗教育的這個 community合作的一個可能性 所以昨天我就聽他們說他們已經都非常花力氣 在寫12年新課綱進來之後 他們要採新的教材教法 所以我覺得這些新的教材教法的傳播 是我接下來會很在意的 就是說如果在某個地方不一定是偏向 有人試出了一套 用scratch就可以教什麼東西的方法 那我們會盡可能的在教育部的這一集 就讓全台灣的老師都知道 或甚至加入到這個共學社群來 那以前的問題說在教育雲放這些東西的時候 教育部自己找廠商做了很多東西 都不是CC授權的 然後做出來的很多東西也都不是open source 那所以我進來之後就是一直在洗腦他們 CC授權這件事情的重要性 就是說只要你花的錢是納稅員的錢 你買的東西不是開放的這個真的說不過去 對那所以這件事情他們也非常的著力 所以至少在12年國家新科康一上來的時候 我們可能就會有一批CC授權的教材教法可以去使用 那我們也很歡迎老師去contribute 大概這樣 我還是先剩10分鐘 所以我覺得還是想先summarize一下 那我想問唐鳳就是那你自己覺得 你擔任政委這一年期間你有犯下怎樣的錯誤 以及下面的PDs或者是逼台灣 你覺得他們是不是有什麼地方是他們沒有辦法突破的限制 或者是其實可以突破但是沒有突破的 我覺得是這樣啦就是說我們的整個目的是讓公務體系 對公民科技對社群對大家的參與不要有fear uncertainty doubt 就是不要有恐懼不要有不確定跟不要有懷疑 那但是這個東西其實是很難一切之間改變 是因為很多專業事務官他們養成訓練的時候 還是在戒嚴時代或剛解嚴的一個時代 所以就是對人民的態度即使不是洪水猛獸 也是覺得是有民粹吧這樣 所以我覺得如果要說有什麼錯誤的話 我覺得就是我剛上任的時候 沒有好好的去問過第一線的承辦或事務官說 我現在要推行好比像說所有的預算的執行的 院列管的計劃通通都上網 讓所有人這個打評論 然後大家都一定要回應 我們在Jong平台上面所有院列管的計劃 都直接可以在上面看到 然後所有的法規命令本來7天14天就生效的 現在都要在60天在上面 讓大家能夠踩油門踩煞車轉方向盤等等 所以就是說一進去之後 我就是做這種非常痊癒性的事情 去讓大家知道說這種參與Jong平台 它不是挑著做 它是所有的院列管計劃都在上面 所有的法規預告案都在上面 所有人的連署案你都要處理等等的這樣一個狀況 所以但是一開始我覺得 還沒有形成PO這個網路的時候 它也是有些後座力 大家就會覺得說你加重我們的負擔 提高我們的風險 但是又沒有給我們足夠的賠利 對所以我覺得我一進去最大的問題是這個 那後來好在有了PO網路 就是每個部會有固定的開放政府聯絡人 現在加起來可能五六十個人了 這些人他就是一起賠利 然後他們就是有一點 就是有一個內部民主議會的感覺 我每次推這個東西推太過去了 他們就會說沒有這個要先賠利才能實行 要先做什麼才能做什麼 所以現在我基本上我推行的方式 都是由這個類似共識決的PO的Network來決定 我就不會一時之間去推那種加深公務人員負擔 但其實有沒有好處的這樣的事情 所以這是關於我自己 那關於說你說還有什麼V台灣或者PDES 可以做但是還沒有做的 因為我們在PDES裡面是不下命令的 就是雨昌來他說要做什麼 我就說你看到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所以基本上一定都是 可能我們現在做的都是百分之一 還有百分之九十九的事情都沒有做 那我要求只是說我們在做過程裡面 我們不能反而讓事務官覺得說年輕人不可靠 或者是說這個帶來的都是民粹報名 或者是說反而加深他們負擔等等的 這種不好的印象 只要是在公務人員覺得是減低風險 或者負責承辦的人覺得是 他是降低他的工作的cost 降低他的成本的情況下 我覺得我們就是盡量做 所以我覺得我們真的才完成不到百分之一 有非常非常多的事情是可以這樣一起做的 那所以像舉例來講 像有一個工讀生的專案 就是我們會讓15個大學生來這邊實習 但是他們可以遠距 就是訓練完之後他們就回家 然後自己用iPad用Mac去用Safari開 那些用Safari開會變亂嘛 但是用IE開就沒事的那些網站 然後試著去找出是不是改兩個MetaTag 什麼就可以修好 那像這種事情之前從來沒有做過 所以這種實驗也不一定會成功 但如果成功了明年也許就150人了 所以就是說我們會一直試這種 就算失敗了我們只要解釋清楚 大家就知道也不會太丟臉的事情 但如果成功的話 每一個都是公部門跟民間的一種新的 協作模式的一個開始 這樣子別的部會機關也不用問過我 他就可以說你看PITES做過了 我們這邊也要20個學生做類似的事情 那這個在法令的解釋上其實 之前從來沒有過 因為他們講到見習講到公讀 就一定是他要來 要給他一把椅子 要給他什麼東西 所以任何機關都只會用一兩個缺 每次都用不滿 但像我們這樣子的做法 一次就可以用100個 因為是遠端工作 那我們就想辦法說服教育部清發署說 這樣解釋是可以的 因為我們已經2015年V台灣 已經通過一個遠距工作的指引了等等 所以就是說我們每一次的try都不一定成功 但是成功的都可以放大 大概這樣 季晨剛才他問的問題 我們來問最後一個未來性的問題 就是像芬蘭上禮拜有新聞的例子說 他是民間的公司 然後區塊鏈核發給難民一個身份證明 我們知道有間ABRA的公司 他去讓全世界低收入國家的外勞 他可以用更低的成本匯錢回他的家鄉 所以區塊鏈在台灣 因為他剛才講未來慘烈 除了Fintech之外 你有看到任何公共行政在資料授權上 甚至現在有任何的可行性分析或規劃嗎 以及你覺得也許在你認之後五年十年 你覺得這個東西在台灣政府能扮演的角色 我覺得像我們其實e-try就是工研院 已經有跟一個社會企業合作去推公益責信 對就是杜杜克就是公益責信 我覺得區塊鏈現在當然大家有看到炒作 然後這個什麼ICU什麼的那一面 但他也有一個就只是一個一般性的分散式 你不用相信誰的資料庫的這一面 他就是一個一般的技術 對那我覺得這個部分反而是可以去做的 尤其是在需要責信的情況下 責信的意思就是說你有第三方幫你做一些事 可是這個第三方隨時可以倒 他倒了之後你不希望這些事就消失 或他捐款檢討 而是你可以有一個公開透明的方式 看到所有人都在做類似的事情 我們在這種情況下 我們會把它當作任何一個一般的分散式資料庫 一樣的去評估 那我們如果發現說其實不需要這些property 我們在學術上叫做 Byzantine Fault Tolerance 就是說 算了 就直接去查論文吧 就是說 在這種錯誤情況下 還要能夠運作的資料庫 我們就會考慮區塊鏈 但是我們如果其實不需要這麼高的 防錯的容錯空間 我們可能還是去用PostgreSQL 這樣子 我覺得它就是一個一般的技術 我們不會為了區塊鏈三個字去炒作它 對大概這樣 好 應該也差不多了 所以就到這邊 那歡迎大家之後繼續交流 那之後我在PT4 我會盡量就是 隔一段時間 我就會寫一篇blog 然後告訴大家說 裡面到底寫了什麼 而不是讓大家只有組織稿可以看 那 也歡迎大家站在這個基礎上 繼續 我會盡量讓他們可以留言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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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啊 就是我會盡量做到這個資訊同步的工作 但也歡迎大家繼續給予更多的指教意見 或者是比如說 假設你對指教治理有興趣 那你也可以提出來說 你覺得政府該怎麼樣導入這一塊 該怎麼做 那有怎麼做 其實我們接下來就 有一個比較好的基礎來做討論 大概是這樣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